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在这儿跟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是10月6号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号 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是 共美双方协政这种较量已经悄然开始 那么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在喉舌上宣称什么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当然美国有时候也会这样说 但实际上在两国不同的说法当中 准确的说在中共的说法和美国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概念 实际上根本没有存在过真正的中美关系 一直存在的都是共美关系 也就是共产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不仅仅是美国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很多与国际社会 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的关系 仍然是停留在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间 人民没有任何的选择 甚至一旦这些关系出现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共产党就可以拿人民来做筹码来要挟国际社会 比如说连旅游共产党都可以控制 可以阻止 可以取消 这种情况下你说哪来的真正的什么中美关系 中外关系实际都是共美关系 那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公民可以随意的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政府只能发一些警告 而这些警告也仅限于安全范围 他没有办法控制公民去哪里 更没有办法控制旅游团组织美国人去哪里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 美国的这种绥靖政策 对于中共也好 对于朝共也好 对于这些独裁国家的这种绥靖政策 不仅对美国形象有重大的损害 而且也让人类的公平正义受到很大的损失 对于民主的这种基本价值 立国之本 造成很大的伤害 也在人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 形成了一些挑战 那么最近的一些现象呢 表明这个形势在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 从法律层面 可能朋友们看到 在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 当然本人也不例外 一来到美国我也给美国国会写过这样的信 来推动这件事情 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推 没有停下来 那么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全球人权问责法案 从法律层面上改变了完全仅由政府和这个独裁国家和中共打交道的这样一个历史 而让美国有了一个法律能够确定基本的政策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对这些迫害人权的独裁政权和独裁政权当中的成员进行惩罚 有了很多选择 其实这个在西方时候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国家 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没有法律仅凭政策 那政府有时候就会 有时候会出卖这个国家的立国质本 出卖人民的利益 那么当年为什么在这个中华民国和美国断交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台湾各界朋友推动之下之后出现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因为只有有了法律 政府的操控空间才会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 那么现在对独裁者的这种绥靖政策长期所带来的危害 大家已经逐步的认识到 所以在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和一些有远见的议员的努力下 那么Magnostic全球问责法案出台了 这个人权问责法案在未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是从法律层面 从政策层面 那么川普上台以后 我觉得从政策方面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不再继续原来的那种循规蹈矩的长期形成的这种东西来走 将要走出一个新的策略 那么不管是他对于中共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之间的差异 还是对于北朝鲜这样一个流氓政权的一系列的准备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政策你有了非常清楚的改变 从北朝鲜的角度讲 我想这个金家政权走入历史 可能已经没有几天的选择了 当然这个几天不是确切的几天 就是时间不长的意思 另外对于中共 我想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志 之前我想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各种方面的这种较量也存在 可是最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透露出这种变化已经是非常的清楚 首先就是中共派一些中共的这些特务 不管是纪委也好 不管是其他部门也好 到美国来骚扰令完成的家人 给他设加压力 这个让美国是无法忍受的 美国认为不管是美国公民 还是居住在美国的居民 只要其他独裁国家对这些人的生活构成骚扰 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那就是在挑战美国的主权 挑战美国的基本价值 这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川普上台以后 这个政策已经非常清楚的在执行 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志 是大家很多中国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 那就是中共派国家安全部的纪委书记 刘彦平来和郭文贵接触 还有就是中共派公安部的 所谓的叫公安部国内保卫一局的 这个孙力军来和郭文贵接触 这两个人在到美国以后 就被美国的FBI给控制 最后就被驱逐出境 把他的签证永远作废 那他们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来到美国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 而且在美国多少年的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但现在发生了 这是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政策 尤其是对中共独裁者的政策 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是值得称赞的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点赞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郭文贵现在住在美国 你中共派这些特务机关 不管是国家安全部也好 不管是国内保卫一局也好 派这些人来接触 如果当事人不愿意 或者当事人对他感觉不舒服 你就不可以做 这就是美国真正的保护这个土地上居民的利益 保护他的基本安全和权利 那么中共派这些特务机关的人来跟郭文贵接触 我想大家都清楚 是因为郭文贵持续的 爆中共高层腐败 糜烂的这些料 之前呢 我也在国内 通过这个 软件给国内朋友做演讲的时候 也提到过 郭文贵的这个爆料呢 让中国人认识到 原来中国朋友只知道 这个咱们的同胞 中共腐败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腐败到什么程度 怎么腐败 大家还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但是这个爆料 让中国很多民众真正了解到 共产党这样一个邪恶集团 越高层越腐败 而且腐败的 让你瞠目皆舍 这个共产党这种邪恶 我想越来越被 很多中国同胞认识到 那么认识到他的邪恶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想可能 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郭文贵的这种持续爆料 让中共非常的恐慌 不断的派人骚扰 不断的派黑客攻击 当然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该怎么讲怎么讲 中共对于这些 对他的专权 构成影响的人 从来都是不断的打压迫害 那么对于达赖喇嘛也好 藏人也好 中共是持续的用统战部门 来跟他们接触 所谓的 在奥运会之前 与达赖喇嘛这种对话 也都是通过统战部 实际上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诚意 仍然是统战部门 就是来统一你 控制你的 试图把你纳入麾下的 这样的一个部门 那么尽管郭文贵的爆料 的确给中共的这个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让中共呢 是惶惶不可终止 也有点这个豆腐掉进灰堆 吹不得打不得没办法 毕竟郭文贵在自由世界 想把它骗回去 不是那么容易 对吧 那么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 尽管中共不断的派这个 国家安全部的纪委书记 刘彦平也好 或者是这个国保总头子 这个孙力军也好 我想有一点清楚的 就是中共仍然没有 超越用特务部门 来对付郭文贵的 这样一个界限 其实我们大家看一看 中国的访民 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也好 或者是抗强拆的也好 抗爆的也好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发生以后 中共除了动用国内的公安以外 动用的不就是国保和国安吗 基本上还没有跳出这样一个圈子 就是说中共真正从党的角度 拿出人来来去面对 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高度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的认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爆料给共产党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让共产党有点手足无措 那么刚才谈到了法律和政策 我想还有一点 在美国历史上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好像这个重要性在未来会逐步的削减 那就是媒体 实际上 中共对于自由世界的渗透和影响已经由来已久 很多西方人也是心照不宣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 比如说基辛格 对吧 每次基辛格这几十年到中国就八十多次 每次去那都是腰包满满的回来 其实又何止是一个基辛格呀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记得两年前 我曾经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做一个演讲 那么我也答应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 他们也都准备好了 海报都印了 都准备发了 突然有一天 这个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一个副院长 好像就一直追到飞机场 找到我的一个朋友 就要告诉他这个邀请 要推迟 当然在追到机场去谈这件事情之前 已经有无数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打给我这个朋友 说一定要推迟 那么为什么要推迟 我的朋友问他 他们说 因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将要去北京 和北京的这个共匪头的见面 所以如果在这个事故要求 邀请陈光诚来做演讲的话 恐怕会 这个这个见面就就见不成了 所以这个要推迟 那么以后我们秋天可以邀请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这个当时发生这件事情 我自己就很清楚 这个推迟也就是无限推迟下去了 对吧 实际也就是取消的另一种说法 所以这件事情事隔两年多了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再继续 对吧 而且我的朋友已经离开哈佛大学 已经不在那了 所以这件事情也充分的说明 美国已经潜移默化中 遭到中共的黑手影响很长时间了 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那么前一个阶段 我跟纽约大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对此还都不明白 还都还觉得这不是事实 但实际上我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来透露一点点消息 当时中共就是通过一个桥梁公司的富商 给纽约大学捐助2400万还是2500万美金 就在那一年 也就是说我离开纽约大学的那一年吧 这件事情我想已经很说明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显示 中共通过这些不同的机构 仅在华盛顿渗透和影响收买的这个投入 差不多在接近两亿美金 那么究竟是钱花到哪里 我想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各方面都有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 郭文贵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演讲也被推迟了 那是不是无限期推迟 我们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是推迟了 而且我们很高兴的是呢 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David先生公开的承认说 这次推迟确实是由于受到中共的压力 确实是由于中共大使馆 以及其他的中共部门不断的打电话给他们 也确实是他们的网站受到来的中共黑客的攻击 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昨天郭文贵在这个 记者俱乐部所谈到的 他们也有签证需要中共的帮忙 因为他们要到中国去 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之下做一个对比 也可以看一下 尽管这个10月4号的演讲被推迟了 可是哈德逊研究所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因为什么他们公开的承认这件事情 而不是去躲去否认 那么我想我当年的经历是不是这样的 而直接否认有这种问题 所以说中共对自由世界的这种渗透和影响 已经是由来已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同的机构之间 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的是识口否认事实的存在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你否认它也在 但有的就是能够公开的面对这件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结果 我想都是不能接受的 是吧你说你美国不能够独立的做出自己的选择 做出自己的决定 要受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的影响 我想这怎么着都是不能被人所接受的 那么实际上我想 中共当然它的计划是一直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那就是首先给西方人给西方一些机构一些利益 你比如说让你拿到一些不管是钱财还是合作方面的优势 那么当你拿到了你就成了这个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就算这个事情将来被揭露出来 那也不是揭露中共 同时也是揭露了你西方人或者西方的组织 你西方人和西方组织很自然为了撇清就会站出来 去和揭露这件事情的人去进行澄清也好 去进行挑战也好怎么样也好 那这个时候中共就成功地把矛盾植入到西方自己内部来 那这个我当年体会是非常非常深的 这个我想可能没有这个经历的人对于这个事情认识 并没有那么的透彻和没有那么的直接直观这种直接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把这件事情再次拿出来提 就是想和大家说 我们以前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衡量标准非常清晰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做不到 做是不是已经做到点子上了 是不是做的方向对了 那就要看中共他反应激烈不激烈 他着急不着急 他疯不疯狂 那么现在来看我想 郭文贵他自己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郭文贵是干净的 我也不相信的 在中共这样一个染缸里涨起来的人不可能 而且是官商勾结获得巨额财富的人 我也不觉得他所有的钱都是来得很干净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不管怎么说 揭露出中共的这些邪恶 让中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中共的腐败 糜烂 这是没有错的 把中共的腐败 糜烂拿出来让大家晒一晒 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值得肯定的事情 所以中共着急了 中共为此 坐立不安了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就打到中共的痛处了 把他的底裤给脱掉了 我想在这样一个时期 这是一个积极的 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说以后 那么我想还会有 其他重要的事情出来 那么那个历史的潮流向什么方向去发展 我们可能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国同胞被中共奴役的那么久了 而且这种残酷的野蛮手段 让大家内心里充满着恐惧 那么尽管知道事实真相 如果没有组织的去把中国人民 受压迫的人民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合理来对抗邪恶的专制中共政权 恐怕凭大家自发的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时之事 需要担负起这样一个历史重任 把这些被中共奴役的很久的同胞们 携起手来 串联起来 形成合理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 真正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自由的社会 这是当务之急 所以有时之事 我想在这个时候需要思考 尽我们的历史责任 不要妄自菲薄 也就是不要瞧不起自己 真的这个历史时刻 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 很多朋友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能够建立起这种联系 建立起这种信任 能够这个 求同存异 其实是主要是大家最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因为只有接触了共产专制 其他的各种可能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才可能针对不同的选项做出我们的选择 目前中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要一致去面对 否则我们看到中共不仅在国内 而用暴力对付自己的人民 对于国际秩序的破坏 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文化的破坏 也是异常的严重 所以原来我看到有朋友说中国威胁论 并不是说中共的军事多么强大 威胁到这些民主国家的安全 而是它这种潜移默化的渗透 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的破坏 这是非常非常巨大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所以人类的这种本性 贪婪也好 这个取利也好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相通的 那么既然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想情况就是会发生改变 刚才谈到前面两点 最后一点就是媒体 那么对于美国自由世界 受到中共和独裁政权的这种渗透影响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成为绝大多数 多数这个主流媒体的一个重点 来探讨 来报道 尽管好像两年前的11月2号 路透社曾经做过一个 关于中共的长胳膊的报道 但是我认为那个还不够的 那个里边说了中共如何的收买西方的媒体 如何收买 媒体的股份 如何的购买他们的播出时段和频道 从而来 起到宣传的作用 包括现在的Facebook 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到 最近他们找出很多借口 把一些对中共提出批评的一些账号 就给封了 当然最近也包括郭文贵的账号 我想不管怎么样 这对一个倡导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的社会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可以做 首先我们要强化自己 跟全球各地的这种信息沟通 建立起我们自己发布信息的平台 不要局限于这些 那么对于这种渗透和影响 其实有时候是和这些媒体 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我是深有体会的 有的记者 他们由于他自己立场的问题 在报道国际世界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是客观公正的 但是一牵扯到 他们自身美国国内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 当然这个呢 在一个媒体自由的世界里 双方两个倾向放在一块 也就成了信息的相对平衡了 大家只不过是要兼听则明 多方面去看吧 所以不管怎么样 自由世界的价值 中共你是催不回的 你也不要妄想 既然美国已经意识到 你的这种威胁的存在 那你的这条路也就走到头了 接下来就像这个美国FBI 对于刘彦平和孙力军的这次 也可以说是拘捕或者是驱逐出境 那么我们看到主流媒体 并没有太多的报道 那这里边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想大家可以去揣度一下 那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是可圈可点的 是美国政府在对独裁者 这种维静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当然期待的 接下来美国政府能够确实的去做更多 让独裁者逐步的在国际社会上 失去空间 不能够作恶 好的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谈这么多 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交流 把很多大家关心的事情 能够谈出来 让大家知道 好的 谢谢大家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直播再会